裡面那個修復要掐媽媽 他認真掐 然後把他鋪倒在地上 然後掐媽媽 而且其實我比較有鏡頭 原來那麼胖 他們都沒有 我怎麼雙下包會那麼多 眼睛無法直視 怎麼回事 最好是你 他真的很認真在掐 而且一度掐到 我真的覺得 我再不反擊我會致死 對就是因為導演說 沒關係認真掐 那我有跟他講 我說沒關係你就掐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有 才有那個戲的力量 那我知道 當然導演不可能 讓我們這樣很久 或什麼之類的 對但是一度 我真的是起不來 然後我真的是滿臉到 因為我真的掐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起來真的 有點咳嗽跟想吐 是因為我真的覺得 好可怕 原來差一點窒息是這樣子 而且我有點壓抑男生的力量 那麼大 結果本來想說 我是他頂肌的兩倍 我應該也可以把他掐得到 沒想到他抓狂 我起不來 我起不來 對 那場戲是怎樣 那場戲是 那場戲是 嗯 是你幫貓接生嗎 嗯 接生是後面 接生是後面 就是準備要接生嗎 對 然後修復覺得 媽媽都不領他 嗯 把自己打傷 然後叫媽媽幫他 然後他還是不領他 就是他劇中做錯了事情 因為虐貓的事情 後面還被大眾發生 就是 所以 鄰居都排擠他 就是媽媽覺得很 羞愧 然後生氣不理小孩 然後他因為想要得到貓怪 所以他拿是拿磚頭嗎 拿美工刀 美工刀 反正把自己割傷 然後出來跟媽媽說 媽我受傷了 然後媽媽就不想理他 因為媽媽覺得他讓他很失望 所以媽媽就只顧貓 因為貓也快生了大肚子 他說媽我受傷了 然後就沒有理他 所以就是在那一場 導演人家說 就他只有掐我嘛 就是 因為我先打他的 其實我先打他的 我說 你沒有用 為什麼要我關心你 為什麼 憑什麼要我給你愛 然後他才問我說那一句 他說你是不是覺得 沒有生下我比較好 這樣子 然後他就開始 反正就掐我這樣 然後最後是因為一個喵叫生 我才發現貓開始生了 然後生的那個過程中 我們兩個一起接生 然後那個意思就是 我想到了 我是怎麼樣生出他的 然後就是 就是我們兩個互相的和解 對 然後和解完全真實大大 我們就去洗澡 哈哈 就是我覺得演完那個戲 雖然 我覺得導演很棒 他就是讓我們以 最快的速度 然後在那個情緒裡頭 然後很快的拍攝完 所以其實 那我們覺得 就那個狀況很真實 對 而且還蠻感動的 對 還蠻有趣的 還蠻有趣的 然後這個劇組的人真的是 就是每一個人都很專業這樣子 然後戲的話 其實我最擔心的是 就是有一場是 我們從車上下 我從車上看到 我從警車裡面看到媽媽 然後我們要開始在馬路上 跑跑跑跑跑跑跑 然後那場應該是整部戲最 算是情緒最重的一場戲吧 嗯 然後那場戲 我真的很緊張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了 我們的製片 就是張雲 他就說 就是你要做最重要的事情 那位 對 在後面 他說你要做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很專心很專心 就只要在自己身上 因為 就是你這時候去想到別人的事情 或是你表現得好不好 都是不行的 嗯 嗯 然後 在拍那場戲之前 就是 就是我的準備方式 就是我寫了大概五六頁的日記 滿滿的日記 然後 就是 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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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在這個情況下 我會對家長說什麼 嗯 就還是這樣 所以 但最後這場戲也是 對 這場戲我第一次拍的時候 超失敗的 就是 完全哭不出來 然後就是 用一個很憤怒的方式表達 然後導演就把我帶到車上 然後他就 他就問我說 你喜歡你自己嗎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開始爆哭了 我就想說 就反正導演很愛 就是導演會在情緒重的戲之前 講一些 講一句話 然後你在那個當下的狀況下 你根本就沒辦法承受得了 對 對 你可以回味一下 那時候就是台詞 然後 其實你忘記那時候講什麼的 那時候說 你愛我嗎 你愛我嗎 對對對 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是怎麼為你著想 大喊 你怪我 好高 原來你一開始很憤怒 你看我在那個車上躺這麼久 哈哈哈 因為他躺在一個 他有沒有那戲 那個戲其實就是有點 我們其實要 我要送那個蓮花上去給公公這樣子 然後就在路上的時候很感人 突然看到一隻貓衝出來 所以緊急剎車 然後就碰一聲 然後就 居然是他要跳 他跳下去就跳在那個 整個都是蓮花的車上 所以那個其實很詭異 就他一直躺在蓮花車上這樣子 大字形這樣子 對 就一個很詭異的東西 就很多 虛幻跟現實有點搞不清楚 對